本土增83例创9个月新高大潭电厂工程群聚52人确诊 国内27日新增83例COVID-19本土个案 创9个月来新高 其中有52例来自桃园市大潭电厂工程 基隆小吃店衍生的警察群聚案有19人 台东家庭新北市树林电子厂高雄化工厂等群聚也有新的个案 大潭电厂工程因26日晚间有移工出现感冒症状 后续筛检验出阳性个案共50人 令两名确诊者是非住宿移工与他的女友 受雇参与这个工程的大部分移工住在新竹县的宿舍 每天搭交通车往返竹县与桃园 出入夜店酒吧等娱乐场所需打3G疫苗口罩政策4月占不松绑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近期多数病例至少打满2G疫苗 以轻震为主 指挥中心呼吁民众紧速完成接种 面对清明廉价应保持戒慎不恐惧 至于指挥中心原本打算4月起松绑的口罩措施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待这波本土疫情确定受到控制 境内口罩政策才会改变 另外 指挥中心要求出入全国夜店酒吧舞厅礼容院等特定娱乐场所者应接种3G疫苗 落实时连制 员工也需每周快筛 基隆景群聚全市950名警察裁检林佑昌居家隔离延长至10天 基隆27日增19例个案 其中有6名远警3名二姓中学学生 代表从小吃店衍生的群聚案累计27人染疫 市府安排全市950名警员及3350名二姓中学师生筛检 基隆市全部4个警察分局及市行大都有远警染疫 警政署对此表示 已通令全国各警察机关落实防疫 并已责成刑事局和保安大队优先支援基隆市警力 另外 市长林佑昌曾脱下口罩与确诊远警拍照 为求高规格防疫 林佑昌居家隔离自3天延长至10天 中国海警船出没黄岩岛海域菲律宾控影响巡逻艇航行 路透社报道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27日通报 一艘中国海警局船只最近在有争议的南海水域发生近距离活动事件 限缩了一艘在附近巡航的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船只航行 当时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在黄岩岛周遭进行海洋巡防行动 菲律宾外交部和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为立即回复置评的请求 比特币自动贵源机台湾共25台央行 注意加密资产诈骗 全球加密货币热潮持续 CoinATM Radar统计 目前台湾共有25台比特币自动贵源机 BTM 中央银行警告说 加密资产诈骗已成为台湾三大投资诈骗类型之一 随着BTM近年快速成长 虽然有简单便利取得加密资产的优点 但受监管程度低匿名性较高 在投资人了解较少的情况下 一轮为洗钱诈骗等犯罪的工具 立陶宛朝野拟外交共事对台湾关系预料只进不退 有鉴于在恶中双重压力下 立陶宛对外事务有必要口径一致避免自乱阵脚 立陶宛朝野预计5月初在总统府发布外交与国防国家安全政策共事 近日已展开协商 外交委员会主席安德利奇涅表示 相关文件将包含有关台湾的内容 立陶宛与台湾关系预期将只进不退 恶军攻占北部城市遭群众逼退乌克兰光复东北边城 乌克兰官方26日表示 乌军已重新夺回东北部近俄罗斯边界的城镇托斯提也纳 当地人口约2万人 是恶军在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最早滥陷的城镇之一 能将它夺回是乌军重大斩获 同时 乌克兰北部斯拉夫蒂奇市一间医院26日遭恶军占领 市长并掳走 成千上万居民因此涌上街头抗议 把恶军逼退到市区外围 市长也安然获释 白宫国安顾问市井 俄罗斯可能入侵北约盟邦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于一个月 美国总统拜登26日严厉抨击俄国总统普廷为屠夫 还说不能让他继续掌权 他也警告俄罗斯切勿侵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土 拜登也说触动俄罗斯敏感神经 白宫迅速澄清 拜登是指不能让普廷对他的邻邦或那个区域行使权力 而非寻求俄罗斯政权更迭 另外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警告 俄国可能会把战事扩大到乌克兰境外 侵略其他东欧国家 美国已在协助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北约盟邦备战 上海单州感染人数破万 社区难解封惊起全市分两区封控 上海过去一周的COVID-19本土感染者已突破1万例 部分封控社区因为不断延后解封时间 导致居民抗疫高呼要解封 18日以来 上海对非重点区域开始窃快式网格化的核酸检测 这些居民一开始被告知封闭48小时裁减两轮 加上一天等待结果 然后突然接到通知要再筛减两轮 有些人从期待最多三天解封 到发现七天也解不了封 心情转为不耐祸气愤 而上海27日晚间又宣布将从28日凌晨5时起 将展开新一轮的全市核酸筛查 且封控区内将暂停地铁等公共运输 台湾首次送猪瘟类病毒上外太空为研发疫苗药物开路 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前后花8个多月 去年12月顺利将猪瘟病毒送上外太空 为台湾首次将病毒颗粒送上外太空 经历为期一个月的长经旅程后已回到地球 国福中心表示 地球有重力温度湿度等因素会影响病毒晶体生成 送上外太空就没有干扰因素 有助于病毒形成大颗完美晶体 为日后研发疫苗或药物开路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我找你了解 我找你了解 飘 我找你了解 c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